摄护腺肿大是老人家最常见的毛病之一 而且摄护腺问题会引发尿路阻塞跟肾衰竭 台中市一名已经102岁的李老先生 最近出现水肿血压飙高的情况 精神也相当不好 最后到中国医药大学复射医院检查后发现 李老先生有摄护腺肿大 合并尿质瘤跟双侧肾水肿 还引发急性肾衰竭 肺水肿跟酸中毒 甚至还检查出摄护腺癌 幸好经过跨科医疗团队 以新一代的雷射手术跟荷尔蒙治疗后 李老先生身体已经恢复健康 整个团队 包括肾脏科、泌尿科、老人科 还有整个护理团队 整个对他做最 帮他做最好的一个决定跟治疗 那当然选择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那也在大家非常团队合作之下 给他一个让他恢复一个很好的健康 根据李老先生的家属表示 虽然已经高龄102岁了 但是李老先生还是相当活泼好动 两三年前还在骑脚踏车 这次全身有好几个器官出现问题 让家属相当担心 幸好经过医院以洗肾 摄护线雷射手术跟荷尔蒙治疗之后 癌细胞指数恢复正常 医院还在复兴节当天 送给李老先生一个蛋糕跟礼物 让家属跟李老先生都相当感谢跟感动 组织的这个医师 医术抄群之外 这个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 是主要的原因 可是我个人的体验呢 就是说他们医疗的这个基础 非常的扎实 像我爸爸有一次在半夜 这个临时有一点恶化 那么他们的这个住院医师 值班的医师都能够做紧急 而且非常正确的处理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表示 摄护线问题是年长者的通病 但是千万不要忽视它 因为容易引起肾功能 跟膀胱尿道等相关疾病 医生呼吁民众一定要定期身体检查 寻找有效安全的治疗方式 才能有幸福健康快乐的人生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